長和和長實中期順利都倒退 並削減派息 主席黎澤據說 仍看好本港樓市前景 能源業務轉規加上疫情拖累各項業務表現 長和上半年順利倒退29至130億 經營現金日利即是二必打跌百分之九 中期息也減少至每股派6毫一線四 業務近乎全線轉差 貢獻最大的電訊業務二必打跌百分之九 只有產品需求大跌 拖累黑市機能源更由營轉規 是歷離最差的表現 另外長實集團上半年也少賺近五成八 至到不夠六十四億 未計出售投資物業同重股前 核心順利超過八十三億 按年減少三成半 中期息每股派三毫四線 按年也跌近三成半 各項業務入面只是得物業銷售收入又得升 按年升超過百分之一至194億 當中本港樓市銷售收入更加按年 大減近六成一 不過主席李澤巨仍然看好樓市前景 李澤巨說自從上年以來 地緣政治和貿易壓力大增 雖然內地上季恢復經濟增長 歐洲經濟活動逐漸重啓 以及原有價格回穩 但環球經濟仍然嚴峻 仍然難以預測今年的業務表現 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同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同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同 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同 除非全能電視記者李希同 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同